嗨,丸子的聚酒屋又上线了 今天是周末,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厨房里挥霍了 聚酒屋怎么能少了Yakitoli 就是烧鸟,鸡肉串而大开会 以前我也买过超市冷冻的品种 但是考出来觉得有的时候没那么好吃 所以我呢,最近经常尝试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品种 但是买这种比较新鲜的食材 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今天第一次又尝试了这个Sukune 就是鸡肉丸子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味之后呢 再把它串成丸子呢,煮熟 然后呢,再捞出来 一会儿呢,串成串就可以了 底味上呢,可以就是用一点点的酱油 或者说像我一样放一点白胃葱都可以 然后呢,这个已经开了水呀 我又把一会儿要烤的这个鸡皮 先放在里面呢,这样焯了一下 半生不熟的时候就给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准备好签子 这种日本的百元店里面都有卖 一百日元能买它一百根吧 先把这个丸子呢,简单的穿起来 因为它已经熟了 顺手就可以把这个事干好了 然后鸡皮超过水之后呀 它就不像那个生的时候那么的滑 这么的有那种韧性不好弄了 如果你有这个料理用的剪刀的话呢 我建议用剪刀 修修剪面,摆一些不要的油啊 尽头发脑呀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嗯,没有摘掉的这个毛毛 顺手就都可以把它处理掉了 然后呢,就像这个手分钳一样这样折叠着把它穿起来 超过水以后就比生着的那种要好穿很多了 然后呢,是鸡针 鸡针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简单的品种 把这个筋膜都去掉 然后穿成串就OK了 比一比,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长短 一会烤的时候省得里出外劲的 然后这个呀,哎 这个是鸡脖子下面的那一条肉 但是呢,也有点麻烦 它上面总会带一些碎的骨渣 最后也是用剪刀把它都剪干净 然后呢,我有做了一些这个叫了鸡钉妈 就是葱和这个鸡肉相间的这个鸡肉创 嗯,一块鸡肉一块葱创好就OK了 然后呢,这样我今天要做的所有的品种就这些吧 我觉得已经不少了 尽管放到一边 然后呢,我们再做两个简单的小菜 既然今天是鸡肉开会嘛 昨天其实我做了盐绝鸡腿 剩下了一个 还剩了很多的这个香菜段 我们就可以物尽其用 做一个手撕鸡就算吧 然后家里还有茄子 做一个凉拌的茄子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茄子很方便 尤其是春天的时候茄子又比较嫩 没有那么多的棗儿 嗯,洗干净 然后呢,稍微这样削一点皮 用这个保鲜膜包起来 放到微波鲁鱼打一下 打到全手 一会儿直接放凉把它撕成条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这个鸡肉可以配一些什么香菜呀,黄瓜 再有一些已经炸好的这个果仁儿 这个打好的茄子特别的烫 为了让它快速的降温呢,可以把它泡在这个冷水里边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边要烤的这地方也做个准备工作哈 又寄出我的保鲜膜大法 因为我家这个煤气灶是不可能直接烤串的 我是用一个就是我专门已经霍过的很脏的这么一个小烤炉来烤这个东西 保鲜膜把这个煤气灶的都盖上 然后侧面呢,我也会挂上两张 这样呢,能保证烤串的时候就不向外飞这么多的烟尘 所以屋里的味道呢,真的不会很重 而且这个排风扇的这个力量呢,也是够的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两个凉菜呢,先准备起来 嗯,材料呢,我会打在这个屏幕上,你们来参考一下 行了,这个简易的烤鸟的小房间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我们就开烤吧 这个鸡肉丸子烤的外面有一点焦焦的就非常好吃 然后呢,我家就只烤这个盐味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酱汁的 而是这样也很方便,烤好了就可以上桌了